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鲁蛋的评酒 我是鲁蛋 今天呢 我呢 他送了鲁蛋一瓶这个 他的极品梅 是他跟我们合力酒厂包桶的 合力酒厂的话 上次鲁蛋喝他的三剑客 真的不行 不过呢 听说他们的美酒非常的厉害 那虎哥也去包了他们的美酒 那既然那么厉害的话 一定不怕挑战 今天我们力邀美酒的爱好者 我们的淡嫂 来帮我们做一个评测 今天基本上就是要来踢管 来 鲁蛋今天准备了什么 准备了我们的 这个 鲁蛋自酿的 这个虽然是格兰杰的品种 这是鲁蛋自酿的 成年黄美酒 然后再来这个 市面上最常看到的 秋雅的经典美酒 这也是鲁蛋台梅自家酿酒的时候呢 最喜欢喝的 也是学生时期 跟妹子的时候 妹子最喜欢喝的一款酒 应该就是这个了 再来呢 湯匙 为什么会有湯匙 还记得我们上一次 鲁蛋自己做了一瓶 青梅酒吗 今天我们就来开箱看看 他是四月做的 那我们现在是九月份 所以大概过了五个月 那理论上要六个月以上 那我会认为是一年以上 会比较好喝啊 那基本上六个月以上 就不错喝了 可是现在五个月 差了一个月 没关系 我们就一样来试试看 那最后这个就是虎哥 虎哥赞助的 我们虎哥挑的包桶 极品梅 那废话不多说了 既然美酒 鲁蛋特别 从老家这边挖出来 成年的黄美酒 这是我的杀手键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最好喝的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颜色不一样 对啊 虎哥这支好深哦 对啊 不过没关系 比的是味道 我们是比颜色 我有信心 鲁蛋我早期 大概在四年前吧 用黄美去酿的 我觉得 酿美酒 用黄美酿是最棒最好喝的 因为黄美的香气非常浓郁 而且这一支 被我酿到 已经没有什么酒精的味道了 我来开这个 我来开这个 你来开妹子的标准 秋雅 那我来开虎哥的极品梅 秋雅应该 基本上是大部分 很多女生应该都喝过了 那最基本的喝法就是 加冰水 加冰块 或者是 加我们的 气泡水下去喝 直接像一开罐一样打开 好 看到了 他不是有跟小怪那一种 那个 有一颗梅子的那个 对啊 没关系啊 我们就 我买这个 慢慢喝啊 哦 好酸的味道哦 虎哥这个和力酒糖极品梅 听说有加了我们 橙皮 而且是很高年份的橙皮 而且它颜色非常的深 而且这一支听说是 五年的美酒 美酒这种东西我也是觉得越沉越好喝 四年跟五年相比 不知道耶 应该是我的会赢吧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喝过最好喝的美酒 那秋雅的颜色目前是比较淡一些些的 然后 再来 我们这一旺 这个我们那时候做的 我们那时候就写 要比秋雅 不是这个秋雅 是另外一个 不存在的秋雅好喝 好 那我們現在來加冰塊 那最後一個冰塊我們就把它加到水裡面 我們讓它溫度稍微下降一下 因為我覺得夏天美酒還是要冰冰的比較好喝 我覺得啦 滷蛋滋滋的這個黃莓酒聞起來有一點蜂蜜的香氣 你聞聞看 蜂蜜然後梅子味比較濃 濃郁一點點 然後沒有什麼酸的味道 那秋芽這個其實味道是比較清爽比較淡一點點 然後有點酸感的感覺 對 然後今年釀的青莓酒 酒味比較重一點 酒味還有點年輕 然後聞起來是酸酸的 酸感蠻重的 我覺得這次聞起來跟秋芽有點像 酒味比較重的秋芽 然後虎哥這一隻聞起來就完全不一樣了 然後虎哥這一隻聞起來就完全不一樣了 那感覺是不是放過香木桶 應該是 它應該是有放香木桶同層 對啊 因為它有很悶的味道 就是有一個熟成在裡面的味道 對對對 有一點那種果醬的味道 它已經先變成已經 烏眉了 對 它已經比較接近烏眉那種味道 好 那先從聞起來最淡的開始喝 似乎也已經喝看奶哥比較好喝嗎 你要閉眼睛喝嗎 好 那今天乳蛋就當小幫手 讓我們的蛋掃來評論 來 蛋掃請閉眼 等一下喔 我要什麼讓你閉眼 口罩嗎 好啊 來 怎麼好像咧 看不到了咧 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你戳到眼鏡了 看得到嗎 這樣子 好 看不到 不行 要反過來等一下 好 那等一下蛋掃評論一次 乳蛋再評論一次 說 好 那等一下蛋掃評論一次 乳蛋再評論一次 那我們排名一到五分 別就是一到五分了喔 不是四個而已 對 一到四 那就是一到四分了喔 那我們就一到四 來第一個 有聞到就直到 所以鼻子要遮起來對不對 不用 可以聞可以聞 就是用你的感官 你只能不能看而已 你隨便拿到啊 對阿 好了嗎 可以拿 好吧 這是第一隻喔 那來 第二隻 可以聞喔 你不知道 鼻子卡車了 好 這應該是我們的成年 好 回來 有喝了喔 嗯 好 那第三隻 鼻子好酸喔 好酸喔 好 不用猜它是什麼 到時候就直接給排名就好了 你覺得好喝到一到四的 要喝水嗎 好酸喔 剛剛那個 好 太酸了要喝水 這個一定是 晶瑩的 喔 酒味好重喔 那個水再給我喝一個第一個 好 來水 然後三根是應該是一個是新的 我們的 然後最後一個應該是虎哥的 他的酒味太重了 第一個 這個偏甜啊 然後第二個要再喝嗎 第二個 第二個 這個才是成年的 所以你認為第一名是 你最喜歡的 如果以甜感的話是球羊 第一個喔 嗯 啊香感的話是第二個 那沒關係 我們就綜合排名 你的最喜歡 還是球羊 因為比較甜 好 第一名你認為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第二名 第二好是第二個啊 第二個 那第三好的 第三個我再喝一次 第三個 因為第四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好吧 好 因為我不喜歡酒精味 所以你認為虎哥的是 酒精味太重了 對你來講是太厚重了 對 然後已經快變 烏梅汁的加酒的感覺 okokok 好 我不喜歡喝烈酒的話 我覺得不ok 好 那就是 以上呢 就是我們平常沒有在喝酒的 淡嫂的評論 那你的第一名是這個 是秋雅 欸 你很厲害 然後你完全猜對 因為秋雅偏甜啊 這是第一個 是我們秋雅 然後第二名是 滷蛋自釀的成年美酒 然後第三名 是今年的新酒 最後呢 虎哥你的 酒精感太重了 嗯 那虎哥是幾%啊 24啦難怪 24.6 我們的應該沒那麼高 沒有沒有 我們應該剩下 10來%而已 對 你應該ok 我覺得你應該行 換你 換我 那現在換滷蛋了齁 對酒鬼來講 到底怎樣的美酒 會比較好喝呢 太小了點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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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鼻子可以露出來 一段我可以聞 好 哈哈哈哈 你抽到眼睛了啦 哈哈哈哈 放醜 哈哈 你直接抽進去欸 哈哈 開始囉 好 來第一個 如果等一下跟你講 我會去順序你會怎樣 哈哈 我會答你 哈哈哈哈 呵呵 好嗎 還再一口 四個結束了嗎 廢話 你還想喝幾個 存罐給你啦 嗯 第二個再來一次 應該是這個 ok 那我知道了 開了嗎 開 我們先猜順序 我猜第一個應該是這一支 好 新酒 對不對 對 那第二個的話我猜是秋陽 對 第三個應該是虎哥的 對 第四個是我自己的成年美酒 對 這兩個比較高分 可是我們人的都比較不甜 對 所以也蠻好猜的 啊虎哥味道酒精比較重 虎哥呢他層次非常的豐富 豐富很多啊我覺得 應該說他酒精度數也比較高 所以他整體下面他口感是非常厚實 就太厚我不 對 對你們那些沒喝酒的來講可能會太厚 可是對我們這些平常有在喝酒的人 我覺得這個口感是非常厚實 非常扎實 尤其是加了水之後 他並不會整個就水掉 他就是吸濕掉 我覺得就是吸濕掉啊 可是他吸濕掉變成說他味道不會掉啊 嗯因為就像是當初虎哥跟我講說 這支的話非常適合加水加冰 或者加氣泡水去飲用 我覺得是適合的 因為他直接純飲的話 可能會太厚實 就是酒味可能會太重 尤其是常溫的情況下的話 對 那第二他可能會太濃郁 嗯 濃郁到讓你可能會覺得有點膩 會 可是如果你把它稀釋 你就算把它少少的下去 然後跟大量的氣泡去稀釋 我覺得他都還能保持住他香味的平衡感 會 對 所以依我自己來講的話 第一名 沒有私心喔 沒有私心喔 我覺得第一名 以層次感跟豐富度來講 我覺得虎哥 你有在喝酒嗎 為勝 我覺得他就是小小的贏過我 然後第二名是這一支 我真的覺得我這一支 黃梅四年成釀的這支美酒 好喝 真的好喝 可是我必須要講 真的不好做 因為 每年的黃梅產季 大概就是一個禮拜左右而已 整個梅子出來大概就是一個月嘛 可是 你要到最後那個非常漂亮的黃梅出來 大概只有一個禮拜而已 過了這個禮拜 黃梅很多 就已經爛掉 折損率非常高 那早於這個禮拜 還沒有黃梅 還是青梅 整個還是太酸 他現在水已經 冰塊已經融化了 已經吸濕掉 你可以喝喝看 有那種窩邊黑糖的感覺 就是焦糖那種味道 然後第三名 我自己的第三名 新酒 然後秋雅 秋雅我覺得他整個香氣太淡 太甜 太甜 他味道太甜 可是我比較喜歡吃喝甜的 所以我覺得他OK 女孩子可能會比較喜歡這個 因為平常沒在喝酒 你喝起來就像是喝飲料而已 所以呢 今天第一名 虎哥 這隻 第二名 微拜 必須要講微拜 我覺得這隻還是 非常的棒 那第三名 第三名是我們的新酒 可是我覺得新酒 繼續盛放的話 我覺得還是有全力的 再把它放個一年 絕對會屌打我們的秋雅 當然啦 這是常態性的商品 比較大眾化的商品 所以 他可能要顧及到成本 可能要顧及到一些 普及度什麼的 所以呢 我覺得這是比較大眾化的口味 就是平常沒在喝酒 你可能偶爾想要喝一下美酒 想要稍微放鬆一下 我覺得 這個是比較大眾化的口味 那當然這兩隻沒有在賣 他這隻買不到了 他糖應該加很多 這隻糖應該加很多 這隻糖應該加很多 這隻糖應該是加滿多的 我也認為他糖應該加很多 以滷蛋平常在喝的話 夏天在喝的話 如果像這種 這種我當然會加氣泡水 那虎哥 這個我覺得也滿適合 加氣泡水 那個適合冬天喝啊 冬天喝 我覺得加熱水也不錯 加熱水應該也還不錯 而且暖身子應該會暖蠻快的 因為酒精度又比較高 那這隻的話 我覺得直接加雪碧會很棒 不是 他酸度比較高 天度比較低 所以我覺得他直接加雪碧應該會非常的棒 嗯 增加天味 那秋牙的話 基本上就是加冰塊 或是加氣泡水而已 就直接喝而已 對 我覺得他可以再放一下 酸感再代謝一點點 會比真的會比這個好喝 就是好了 目前淡嫂的排名 秋牙依然是 微剩這個 不過我相信 拆過半年一年 這一旺絕對屌打他 絕對是屌打秋牙 我自己目前覺得 以我的口味 因為我比較不喜歡喝甜 我覺得 就已經比他好喝了 對 而且香氣上面 他就已經比他濃了 他生在什麼 甜味 對他只是生在 試口性比較佳 女生的話 他生在甜味 真的比較甜 然後比較好入口 我覺得 秋牙可能對大部分 不喜歡吃甜的人 來講很會太甜 就變這樣 落後成這樣 對 那以香氣度 平常在喝酒的人 如果比較 不怕衝擊性 喜歡比較飽滿的口感的話 我覺得 虎哥這隻真的會非常棒 而且你看 他加了冰塊之後 月絨 他酒是有點濁濁的 然後聞起來 是有那種烏梅 跟黑糖的香氣在 對 就黑糖 然後那個陳皮的味道 一點點 很像那個陳皮梅 就有一種糖果 白色包裝紙那種 陳皮梅的味道 不好吃 我自己是覺得還不錯 不好吃 因為小時候那個 有點酒味啊 小時候誰想吃那個 沒錯齁 對啊 我們來綜合一下分數 秋牙 你認為是 第一名 我認為是最後一名 所以四分加一分 他是五分 那這個 虎哥你認為是 最後一名 我認為是 是第一名 所以他一樣也是五分 所以他一樣也是五分 因為酒精膏我不喜歡 這個聖啦 這個 都是第二名 都是第二名 所以他是六分 然後這個是幾分 四分 都是第三名嗎 對啊 第三名 所以他是四分 所以今天呢 我們綜合環明最好喝的 不好意思啊 我自己釀的 四年成年黃美酒 虎哥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我自己做的 分數比較高 不過呢 全世界 全世界 就剩這樣子半瓶而已 喝完也沒了齁 我真的很捨不得喝啊 今天要不是虎哥說要來PK 要跟我PK一下 我覺得 真的捨不得拿來喝啊 那虎哥的這一支 跟我們的秋雅 都是並列第二名 秋雅的話 基本上還蠻好買的啦 那虎哥這一支的話 聽說兩千多瓶 也是直接秒殺掉 可是我覺得這一支非常難得啦 以他的香氣跟豐富度來講 我覺得還是會比秋雅好 因為你們會喝比較烈的酒的話 你們OK 而且呢 我必須跟虎哥講一下 虎哥你送小弟一罐對不對 其實 我後來 我也跟豆花哥搶了一瓶過來 所以 嘿 我有兩瓶 不過呢 我覺得這瓶開了 應該很快就會被消滅掉了齁 那這一瓶 可能會捨不得開 收回去 先收回去 那最後一名 目前呢 我們暫居最後一名的是 我們這支 新酒 小朋友嘛 還在長大 四年後再見 秋雅 其實我覺得秋雅 他這支品質很穩定 我覺得從我以前在喝這支酒的話 到現在我覺得風味都沒什麼變 基本上就是 甜甜的美酒 那如果你喜歡喝 細緻度 複雜度 跟 口感 豐富度的話 我覺得虎哥這支真的是還蠻屌的 當然我還是必須講 今天冠軍是他啦 今天冠軍是他 最後一名 就是他啦 就是等他再長大 我相信 他會慢慢再爬上去的 反正魯蛋目前應該還 沒打算那麼快去喝他 就是讓他繼續盛放 魯蛋身邊的美酒喝完了 還是會繼續自己釀 因為我覺得沒有這種東西 越放真是會越好喝 包括像虎哥的 雖然已經裝品了 我跟你講 你把它放著 過兩三年再喝 絕對又更好喝 然後他這支其實是有過 我應該是有過香木桶 我記得 因為他有那個桶的味道 那包括你像這個裝品的 你現在喝可能覺得 酒精度太重 我跟你講再給他放個兩三年 在瓶裡面再放兩三年 絕對會更順更好喝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 今天的美酒PK大賽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點讚 以及分享 想看更多 歡迎到我頻道裡面 跟我們想看到第一手影片 一定要 訂閱我 並且打開小鈴鐺 你每次都不接 嘿嘿嘿嘿 尊願請大家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未成年以及孕婦 不要喝酒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